小五,跟我一起去龙王传说手遥,探索斗罗大陆 哥,我来了 告别的脸却将过去埋葬 在投入道路中间他们心疼 回忆没从你东奔西窗 燃烧悬天力量 破旧的魔物绝不是花团 在投入道路闯到奇迹归光 习惯为一体伸张出希望 难不抛弃不放弃又难忘 一路追寻着你十万年成长 化作漫天星光为你相思断 这一生世界世道疯狂 是守护你的每个模样 谁在蓝色边谁而复活都是我 这一路平安却被一护射方 这一世梦言从不曾 天脸三遍海亚伤狂 高调的伤伤狂 都要再入药华 把你垂涉再丢落在路上 今年村子里那一个公读生的名额就离小三了 不要耽误他成为魂师 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就来找我吧 距离今年诺丁魂师学院的报名时间才有三个月 和他的一样 不要 我的儿子 记住一定要有你左手的锤子 保护好你右手的草 永远 收拾东西 明天老杰克会带你去诺丁城 更不要让别人知道 你是双生五魂 你能做到吗 爸爸 我和杰克爷爷走了 您自己都保重身体 粥在锅里别忘了喝 我和杰克爷爷 小三啊 那会儿爷爷把你送到学院就回去了 你一个人在学院里可要听老师的话 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学院 等到学期结束 爷爷再来接你 哈 杰克爷爷 您这么快就要走吗 旅馆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住得紧的 一定要争气 等爷爷下次看到你的时候 希望你已经成为了魂师 那样的话 我们圣魂村都会以你为荣 我会的 杰克爷爷 好孩子 上等的新鲜水果嘞 原夜间破败 上等的新鲜水果嘞 想没点什么 老家问一下 诺丁学院怎么走啊 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就是了 谢谢了 先生 要来点什么 放心吧 上头都是跟你说过了 你看 让他问一下 骑射怎么走 骑射在 不知道 什么嘛 这么没礼貌 是 走吧 走吧 干什么呢 这是你们乡下人能来的地方吗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这位小兄弟啊 我们从圣魂村来 这个孩子 是我们村子今年送来的公读生 您看 我们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草窝还能出精凤啊 一个小村子 也有人拥有魂令 学院 学院可是好多年没有过公读生了 你们不会是冒牌货吧 这是武魂殿肃云涛之士开的证明 武魂蓝银草 还仙天满魂力 好笑 真是滑稽 我在学院干了四年门房 还没听说过有仙天满魂力的学员 我看 这份武魂殿的证明 是你伪造的吧 你 你这是故意刁难 好 你等着 我去找武魂分殿的执事大人去 小菜 我们走 圣魂村 我跟乞丐村还差不多 你 你说什么 怎么 不服气啊 我说你们是从乞丐村来的 你们都有错吗 瞧你们的穷嘴啊 小宝老的味道呛死人了 要乞讨 滚去其他地方 我们诺丁学院可不是善堂 快快快 小三 你 唐门玄天堡路总纲第三条 确定对手是敌人 只要有取死之道 只要有取死之道 就无需手下留情 否则只会给自己增添烦恼 好 好了 住手吧 大师 您回来了 老先生 能否把五魂殿的证明给我看看 证明是真的 老先生 老先生 刚才的事 我代表学院向您道歉 这个孩子您交给我吧 不用道歉 不用道歉 我们也不好 那这孩子就麻烦您了 好 小三 你跟着大师进去吧 学情结束了 爷爷再来接你 再见 杰克爷爷 我会努力学习的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如有再犯 你就不用留下来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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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倒是很聪明 不过你还是猜错了 那您是 我只是一个在这里蹭吃蹭喝的住客而已 你和其他人一样叫我大师吧 每个人都这么成功我 我甚至已经忘了自己的名字了 武魂殿的证明上写着 你叫唐三是吧 唐三 你要明白大师和老师的意思天差地远 以后不要叫错了 除非你真的愿意让我当你的老师 您要教我修炼武魂吗 那你愿不愿意呢 好的 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孩子 天赋异禀又如此聪明 看来我也要执着一回了 怎么说 你也是这百年来第三个双生武魂 唐门玄天宝路总纲第一条 永远不要让我违法完全信任的人知道你真正的实力有多少 你是不是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知道你是双生武魂 就是因为这张证明 我曾经调查过六百四十七个武魂为蓝银草的人 其中拥有魂力的只有十六个 这十六个人中没有一个魂力能够超过一级的 而你却是先天满魂力的十级 按照我所研究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中的一条 先天魂力大小与武魂素质成正比来看 蓝银草显然无法满足 所以我可以肯定 你应该还有另一个武魂 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魂 凡事都有例外 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一个特例呢 嗯 没错 凡事都有例外 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在最近一百年以来 双生武魂虽然只出现过两个 但先天满魂力却出现过十九位 我仔细研究过他们每个人的武魂 无一不是强大的存在 年纪最小的一个 现在也已经达到了大魂师的层次 其中有五个是例外 他们就是变异武魂 而根据我这么多年对变异武魂的研究 没有任何一种武魂与蓝银草武魂会产生变异 而你的蓝银草武魂又是普通的蓝银草 所以我完全可以肯定 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变异武魂 那是什么 这就要从武魂传承说起 正常情况下 人是传承父亲或母亲其中一方的武魂 但也有例外 变异武魂可以变异的强大 甚至出现先天满魂力 但绝大部分变异武魂 却只会变得弱小 变异武魂就像是近亲结婚的场 白痴的几率很大 但是也有可能出现远超常人的智者 你这是干什么 千云 受我为徒吧 傻小子 拜师为什么要磕头 你不知道 这是指败君王和父母的礼节吗 只需要鞠躬就可以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你应该受到我的跪拜 大师 希克呀 这几位老师会帮你注册 我还有事先走了 回头再找你 老师再见 小伙子 你叫大师老师 他可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 但他是我的老师 你拜大师为师 有什么不妥吗 老师 没有没有 没想到大师也会收徒了 唐三是吧 作为学院老师 我可要提醒你 师父可不是随便认的 你还是先天满魂力啊 什么 先天满魂力 可惜五魂是蓝银草 原来是蓝银草啊 任何一名魂师 一生只能认一名师父 否则会被世人所不容 你真的认为大师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大师虽然性格古怪了一点 但从某种角度 他在武魂方面是无敌的存在 反正你的武魂也是蓝银草 拜他为师也没什么关系 好了 就这样吧 这是学院免费发放的 你住宿舍楼七室 去吧 那里会有老师安排你作为工读生的工作 谢谢您 大师确实是无疑啊 不过是理论上无疑 当然 还要他那些理论能够成为现实才行 主任 我记得大师有一个五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说法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一个可笑的说法 够了 大师是院长的朋友 不得妄自评价 虽然没人能证明他是对的 但也没人能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 在五魂界 大师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不对吧主任 应该是赫赫有名的小丑才对 谁都只当他是个笑话 仅从一份证明就看出我是双生五魂 会只是一个笑话 也不知道谁才是笑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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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为什么袭击我? 我叫王胜,是这间宿舍的老大,谢谢你手下留情。按照规矩,你打败了我,今后就是七舍的老大。 老大! 我?我是来学习的,不想当什么老大。 这是规矩,是一个拳头印,谁就是老大? 对,这是规矩! 对了,你刚才用的是魂迹吗? 魂迹? 这里是规矩吗? 你们好,我叫小五。 老大,好像很好玩啊,先天满无力。 哇,好大啊! 由王者荣耀改编的真人石井对抗赛王者出击,每周晚八点开播。 快来扫这个二维码吧,关注斗罗大陆动画官方微信,第一时间获取斗罗大陆最新幕后消息,见证史莱克七怪的诞生。 记得开通腾讯视频VIP哦,给我们多多支持,并且可以多看一集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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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